湖北省武汉市疫情防控由应急性超常规防控向常态化防控转变 4月29日,武汉早晚高峰车流已经十分明显 早高峰时段,复工第一天的周延驱车经过四星南路 龙阳大道附近时遭遇几处堵车 尽管拥堵时间不长,还是让他百感交集 今天是我年后疫情结束以来第一次上班就遇上了堵车 其实我万万没想到居然会堵车 但现在堵车就感觉还挺高兴的 我熟悉的武汉又回来了 周延告诉记者,将近三个月的宅家生活过得有些邋遢 当天出门复工前,专门为自己化了一个妆 希望一切都能越来越好 这是我接近三个月以来第一次把自己收拾得像个人样 每天在家里就是头发一直要到油了才会洗 然后也不化妆 眉毛都不会化一下的 虽然今天戴了口罩,但是我还是给自己除了口红 李慧次是武汉永清街道的一名工作人员 疫情期间,他见过了空无一人的街道 随着车流量的恢复,李慧次称 如今碰到堵车,多了几分欣喜和欣慰 大家对于堵车,似乎多了一些宽容 不再像过去遇到拥堵式的烦门 如今,大家面对堵车更多了一份欣喜和欣慰 欣喜的是堵车让我们看到了大武汉经济复苏的一个过程 因为它就是复工复产的一个缩影 而欣慰的是我们这90多天的防疫成果终于有了显现 记者注意到,即使市民在车内也都自觉佩戴口罩 交管部门表示,除了车流量在逐渐恢复外 不少货车闯高架和桥碎也是导致早高峰拥堵的重要原因 交管部门呼吁司机遵守交通法规 积极参与维护武汉交通秩序